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面目全非的鱼 今天云公子为您读 《铜简秋水的蓝眼泪》 这个世界最寂寞的是什么 海 不 当然不是 是沉在最深处的一种鱼 睡在海的幽静里流着眼泪 因此才有了这蔚蓝的海 而我就是那条鱼 我喜欢秋天与收获无关 天空明镜的没有丝毫杂质 云朵都是凝制住了的 贴在天上 静止却不失灵动 你曾经对我说 世间的东西一旦失去灵性 也就无足轻重了 我仅有的那丝灵气 你才驻足 才留恋于我身畔而忘返的 是吗 整夜整夜 我用空洞的目光 搜寻来时的足迹 拾起一片微黄的落叶 月光洒下你的影子 你一如既往地看着我 用你那深深的 充满哀怜的目光 轻轻撩起我的长发 你温暖的怀抱和熟悉的气息 这就是我苦苦相思 所诠释的硕果吗 抬起手 一滴蓝色的眼泪 还未触及你的眉心 你却输得消失了 我的痴恋是枷锁 我的深情是牢笼 你走得如此决烈 甚至连头也不曾回过 我就静静地仰躺着 看着遥远的深蓝的海面 没有心跳 没有呼吸 感觉完全是透明的 宁静 死寂寞的 甚至有横骨的错觉 昨日的欢欣还在眼前 我是一个宿命感很强的人 只需要一眼就知道 我会爱上你 我在你的瞳孔里 看到自己眼眸的黑白分明 我也是如此不顾一切地爱上了你 爱到一无反顾 断了自己所有的后路 你的睡相像像个孩子 一旦睁开眼 却明澈地像天使 你说我像一条鱼 一种冷静又安然的鱼 不爱说话 仿佛随时都会平静地窒息 你永远不会明白 我的眼泪是蓝色的 只有在被你拥紧时 才会滴落在你的怀里 你的怀温暖而熟悉 你的呼吸柔软而温和 你的手指像一朵花 轻轻轻浮在我脸上 带着花瓣一样的丝质柔滑 我的眼泪在你的手下 变得暖和起来 无声地奔流 在午夜时分 你的清雨 成为一种 永恒的天籁 曾经用尽一切力量 让脑海中只存留最快乐的回忆 让所有不愉快的片段淡化掉 瓷烂掉 一直以来 以为已经很成功 原来却仍是如此清楚地呈现 在连同那股 汹涌地潜藏着的悲哀 统统会死灰复燃 疼痛 先是隐隐着 接着越来越疼 越来越疼 却找不到伤痕 原来伤口并不会消失 只会隐形 沉风 亲爱的 若我最后一次这样叫你 若我最后一次爱你 亲爱的 我依然感激你 感激你使我成了一条 面目全非的鱼 留着不为人知的 蓝眼泪 我依然感激你 被人看到的眼泪 也许还不算是最绝望的哀伤 当那份哀伤将人幻化成一尾 潜藏在深海 流着蓝眼泪的鱼 那么这份哀伤 就是汪洋的海 无尽 无息 我依然感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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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